再来看到瑞穗乡武贺台地的灌溉用水缺乏 经过地方争取2020年获得农委会农水署花馆处的协助 来设置大型的蓄水池 就当时同意纳入这个喷罐范围的管理决议 而在今天下午3点 花馆处长是亲自的到场说明 2020年瑞穗乡武贺台地 纳入农委会农水署花馆处喷灌服务范围 同时编列1800万元 披荐2000吨蓄水池供给灌溉 那我们今天这个规划案 就是在前面这个工程做好的基础 再把我们整个武贺地区特殊的水文环境 作物环境、地质环境 跟我们的农民的需求 做一个评估 建立未来我们灌溉工程的一个 事先的评估规划 能够服务到我们整个武贺地区 农水署花馆处分年分歧的计划 处长张其伟说 目前已进入西武贺地区 补充之分线设计的工程计划 不过水源水量是否足够 再来灌溉水路动线又是如何地方关切 水量跟水路这个我想要克服的部分 你就靠这个来做你的 你用水灌溉水源 你的不够用的 可以再多找一些水源 再者后续可能碰上灌溉用水分配 使用的公平性 管线用地以及水路管线用地 继承难题 农民也足以提出讨论 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 都致力解决武贺台地灌溉 以及民生用水匮乏的问题 如今农水署花馆处跨出第一步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期盼 在地农民全力配合 将武贺缺水的问题 避其供与一役 将来我们的水源怎么样去储存 这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的水 在平常就把它存起来 像今年的部分 我们的水利会补助一些 蓄水池的一些建设 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区块的话 在明年我们必须要把它建置起来 然后把它建置起来 因为2000吨的水 老实讲一下就用完了 武贺台地总共有500多公顷农地 有实际工作利用的约140公顷左右 平均每天需要7300多吨的用水量 花馆处评估 每天供给量仅有4800多吨 灌溉用水的供给的确明显不足 处长张其伟强调旭风济库的概念 并且建立用水秩序 遵循轮贯制度 才有可能每个农民都有水可以灌溉生产 记者十一遇蓝瑞瑞采访报道 也要判断封的项目 这次我会精明显的约 我会继续请不吝点赞